烏克蘭表示 以海王星反艦飛彈 擊中俄軍黑海艦隊指揮艦莫斯科號 俄羅斯國防部則只承認 軍艦因為彈藥爆炸失火沉沒 世界首富馬斯克 月初才成為推特大股東 現在提出以總額430億美元 收購推特 推特董事會將祭出毒丸計畫 防止惡意併購 上海單日新增人超過2萬例 家庭傳播為主要途徑 上海物資供應人不足 外送員住在公司安排的住所 每天上傳檢測報告 美團還加發防疫補貼 日本近來疫情升溫 東京BA2疑似案例升到76.7% 可能進入第七波大流行 面對歐美陸續解除口罩令 日本陷入兩難 回回兩年 紐約國際車展回歸 電動化成為最新趨勢 現代Ioniq 5電動車 獲得全球汽車大獎冠軍 予估2025年全美有120款 新電動車上市 屆時將占新車銷售13% 歡迎一起來Focus全球新聞 台灣今天的本土疫情 首度破千 讓我們一開始就來看看 跟台灣接近的東北亞國家 日本 他們現在也是面對 快速擴散的疫情 那麼究竟該如何調整新的防控思維 日本的第六波疫情剛剛緩和下來 但是這個季節是它一年一度 春季新年度 不管是校園或職場 活動增加 人員之間大量接觸的季節 現在日本使Omicron亞變種BA2快速蔓延 BA2在日本已經要變成主流的病毒 讓日本的疫情確診數字快速升溫 尤其東京的BA2疑似案例暴增 感染率已經高達76.7% 對於東京來說 隨時可能爆發第七波大流行 現在的歐美國家 幾乎是全面解除了口罩令 日本是沒有立法強制一定要戴口罩 這跟台灣的疾管法不一樣 但是日本的疫苗施打率非常不理想 所以日本政府現在對於更多的鬆綁 像南韓那樣子 是完全不敢輕舉妄動 在這場歐戰裡面 俄羅斯面對重大挫敗 俄羅斯第一次承認黑海艦隊 旗艦莫斯科號已經沉沒 原因是彈藥爆炸 而烏克蘭方面的說法是 這是被自產的兩枚海王星導彈擊沉 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旗艦飛彈巡洋艦莫斯科號 是俄羅斯現役艦隊當中第三大艦艇 它可以承載510名船員 配備三層防空系統 意思就是說它可以抵禦三次海王星 反艦飛彈的攻擊 而且它還可以發動進程防御的武器系統 六次作為最後的防御手段 可是現在卻輕易地被擊潰了 莫斯科號也是在這場俄乌戰爭當中 損失的第二艘主要船艦 那麼3月24號在亞蘇海的時候 俄國有一個登陸艦叫做薩拉托夫號 因為自曝行踪當時就被烏克蘭炸毀 俄國海軍重要的象征莫斯科號 這次在黑海被擊沉 俄羅斯也有可能藉由這個事件再升高戰士 同樣的我們要繼續focus在這場歐戰持續延長的時候 對於國際的經濟市場帶來的重大衝擊 我們曾經focus過今年的春根 因為肥料價格飆漲 在全球各地都遇到了前所未見的阻礙 春根就要開始 現在南美洲非洲到歐洲的農民 對於高肥料的價格都下不了手 在肯亞已經有農民放棄今年的耕作 這也急速地惡化了非洲的饥荒缺糧問題 聯合國在星期四宣布要撥款1億美金緊急救援 這次歐戰製造了很多流離失所的婦孺 更有很多頓失雙親的孤兒 有的孩子年紀還很小 讓大家對這些極弱勢的孩子 寄予了無限的關注 下面這則報導我們要看的是 台灣現在有超過將近6萬名移工失聯 有很多都是懷孕的移工 失聯移工的下一代 他們在台灣生活著是沒有國籍的 變成黑戶的孩子 今晚導演楊麗舟監製了一個叫怪咖系列的紀錄片 聚焦備受爭議的庇護機構關愛之家 這30年來創辦人楊潔瑜 搶救超過700個移工的孩子 為了這些沒有血緣的孩子 他遊走法律邊緣 勇敢地在灰色地帶發出呼救 希望各界都能夠正視無國籍寶寶的生存權 好 待會在全球疫情裡面 我們要繼續的關注上海這個城市 用封控的方式來防疫 而現在在上海爆發了由於隔離的地方不夠 今天的新聞是它征用一整棟公寓 這個公寓因為是屬於國有的財產權 因此現在的公寓原來的住戶將近500人必須搬遷 他們住的地方要被用來當作隔離的空間 當然抗爭 那麼現場有抵抗 有哀嚎 有尖叫 場面亂得不可收拾 那麼持續的即使是分三類型的風控下去 究竟要到什麼時候 我們來看上海的做法 以及不斷被製造出的難題 歡迎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在財經科技界的一件大事 世界首富马斯克月初才剛剛成為Twitter的大股東 而馬斯克現在表明他想以每股54.2美元 總計超過430億美金 相當於新台幣1.17兆的價格買下Twitter 馬斯克是語帶威脅地說 如果沒有辦法收購Twitter 他將會重新考慮身為股東的立場 他透露收購Twitter他主要的目的 是想把Twitter改造成一個更自由的言論空間 儘管Twitter股價在馬斯克拋出收購之後大漲 但是董事會已經由大股東公開拒絕讓馬斯克收購 這個Twitter收購戰要怎麼打 變成極受關注的一件事 好了關注上海現在分三類管控疫情所產生的新亂象 在星期四這一天上海單日新增感染數降了一點點 可是呢還是超過兩萬三千多人 到目前為止上海有九例重症 除了一個33歲之外 其他重症年齡的區間在70到93歲 都有基礎性的慢性病 而且都不打新冠疫苗 上海的疾控中心分析 這波疫情是家庭傳播 由於風控導致物資的供應一直不足 住戶之間守望相助 有人是拿出多餘的蔬菜還有水果 放在一個籃子裡 在同個社區的人要拿就去拿 但是呢由於不斷地以清零為衣龜 那麼揪出了就要送隔離 使得上海能夠隔離的空間越來越小 徵用屬於國有財產有住戶的公寓 引爆了很大的宣騰 一起來看看報導一開始的場面 俄羅斯先發的這一場歐戰 在烏東繼續打 俄軍撤離了基辅外圍之後 很多烏克蘭人趕到曾經發生 大屠殺的布查症 為當地身心受創的同胞 打掃環境 搶修基礎建設 烏克蘭第四大城叫做 蒂涅伯羅的國際機場 前幾天又被俄軍炸毀 醫院當中躺著很多一週前 成為孤兒的烏東小孩 而黑海的港市奧德薩也遭俄軍鎖定 但是百姓仍盡力接待遠方逃來避難的同胞 甚至安排了海豚表演 希望同胞能夠緩解心理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一次同一時間再會